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首先欢迎从美国和中国远道而来参加我们聚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为康复中归来的弟兄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当中一卷特别的书卷 叫做约书亚记 特别的书卷或者说特别政治的书卷 今天我们到了约书亚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课 约书亚已经老迈 约书亚已经是110岁 即将离开这个世界 他要发表两篇重要的最后致辞 和110岁这个年龄相比 2022年正好55岁的我或者你们堪称如日中天 但尽管如此 我们已经开始尝到了晚年的滋味 今年我已经成功的熬成了空潮老人 有一个中国的话叫 中国突然的进入了深层次的老龄化社会 我们也算是进入了浅层次的老龄社会 老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 大体而言可以说有三种晚年的生活方式 第一种就是老人真的很可怜 第二种就是老人实在很可恨 第三种就是老人实在很可敬 我们可以倔着约书亚的最后告别 谈谈三种离开世界的方式 基督徒做见证 进入世界的见证讲得太多了 其实人生真正的含义在于我们怎样离开 第一种老去的方式就实在是老人很可怜 过去郁州有一个新闻一直感人至深 重庆连续两周三周的时间 持续在高温48度左右 可谓真正的水深火热之中 一位老人用他儿女给他一点钱财 买了一部电风扇 实在太热 但是买回到家中去之后呢 正好赶上限电 所以买了这个电风扇又没有办法使用 最后活活的热死 人们发现他尸体的时候 老人手里拿着电风扇的插头 有一篇网文在网络上流传 可以把它称为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枯墙 这篇网文的名字叫重庆 有多少人正在爱哭 谁在哭在哭什么呢 这是一个老人的去世 有更多的老人在看着他 想象自己即将老去的悲惨生活 越来越多的新闻告诉我们 反正中国人正在进入一个更加黑暗的岁月 这个老人离开了 但是更多的老人会接踵而去 用圣经上的话来说 就是白发苍苍 悲悲惨惨的 下到阴间去了 这是上帝所造的人类 应该度过的晚年吗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罪恶 势力 权柄 导致了这样悲惨的暮年生活呢 第二种老去的生活就是很可恨 或者说老人实在是很邪恶 当今中国实际上是被一群邪恶的老人把持着 他们这群邪恶的老流氓领导了国家 这群老人准确的讲就是一批老红卫兵 老知青 一群政治弃子 一群政治灾民 今天夺取了国家的政权 由于他们罪恶滔天 所以他们极其怕审判 怕死 甚至到达了草木结冰的程度 他们就是导致很多老人可怜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共同的原因在于罪 同样在上一周另外一则新闻 再一次的使中国成为政治笑话 那就是有一个汉字 在浩如烟海的敏感汉字当中 再一次脱颖而出 刷新了三观 踩破了底线 这个字叫脆 脆绿的脆 这个字是去年曾经火过一把 当时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动画片 后来被封杀 因为有脆这个字 最近之所以 可以再一次的扬名 是因为有一个大熊猫宝宝起名叫脆脆 然后起脆 又挑动了这批邪恶老人或者某个邪恶老人的神经 因为根据他的理解 脆这个词别有用心 就是习死两次 两个习下面加一个足 习死两次 我们得感谢汉语 现代汉语对神学的贡献 你可以说这是上帝很幽默 但是我们会看见当代政治汉语啊 不断的为我们理解圣经 开辟出无限可能的神学事业 我们曾经欣赏过奉坑先生的这种神来之笔 今天我们借着脆这个词 终于理解 原来中国的这些邪恶的政治老人很懂圣经 因为只有圣经告诉我们死两次是什么意思 启示录有三处经文告诉我们第二次死 第一次讲到的就是圣徒不会死第二次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要首先复活 与基督一起做王 是神国的祭司 我们今天要讲的摩西亚巴拉罕约说一下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换言之 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对死亡的理解有两种 一种就是或者说人类分两类 第一类就是只有一次死亡的人 我们是这种人 我们已经死过了 死在跟我们没关系了 另外一类就特别邪恶的一些人 他们有两次死 第一次所谓的自然死亡 第二次下地狱 永远死 所以这个动静 这个政治操作 意外的让我们看见 像这群老流氓的死法 乃是符合圣经的公义的 他们有两次死或者第二次死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为中国的一位作家 表达庆幸之情 现代中国文学实际上就只有两位文学家 一位叫海子 一位叫沈从文 我个人的标准 我个人的标准 我对这两位评价都很高 沈从文有一部名著 叫编程 曾让我爱不释手 编程里的女主角叫翠翠 她不是洗死两次 她是洗死四次 好不容易 沈从文先走了 不然今天编程也会在耗入烟海的政治 笑话的牺牲品之列 这是第二类老人 可恨 他是别人苦难或者其他老人可怜离去的根源 第三类老人 可敬 伟大 了不起 第三类老人就是约书亚所代表的圣经当中的一群老人 这群老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和我们东方文化以及所谓的西方普世文化 对老人的定义和理解完全不同 神借着他们给我们的生命 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就是人可以这样的度过一生 特别是度过从如日征天到微霞上满天的 更辉煌的岁月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理解约书亚 所代表的晚年生活呢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这些年一首流行歌曲叫《当你老了》 其实这首歌被广泛的误用 它实际上跟老人关系不是很大 这首歌曲呢 原创者是阿尔兰的诗人叶芝 叶芝是最早写给谁的呢 写给他的梦中情人 郭德纲的表妹 毛德纲 这是一种汉语的方法 你容易记住 郭德纲 这位美女 英国或者阿尔兰的女星 叫毛德纲 这个翻译得很有趣 我在想郭德纲讲相声的时候说 他的女朋友叫王刚弹 是不是从这里来的 有可能 毛刚弹 毛德纲 从二十几岁啊 这个叶芝一见钟情对毛德纲 就一直在追他 一直到人家成了别人的太太 成了别人的母亲 成了遗孀 叶芝几乎用了一生来追求他 无功而返 恨恨而死 怎么看叶芝呢 叶芝是现代文学的素颖 是现代人老不正经 死皮赖脸 用性和情取代神和真理 或者取代神和义 一个真正的化身 我对所有的现代文学作家的厌恶 都集中在叶芝身上 如果说现代汉语 现代文学只分成两类 一类叫作家 一类叫文字商人的话 那么孩子和沈崇文 无疑属于仅存的作家 另外所有的卖文为生的人 都叫文字商人 怎么区别呢 这些东西都是为市场写作的 老婆什么诺博尔文学奖 那个叫什么 墨延 这些全是卖文为生的文品 但是一支比较难归类 这位是为情而写作的 他代表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中心致命的替换 就是确实有一类人 有一批人一辈子为情活着 他用男人或者女人或者异性 男或者女爱 取代上帝和圣经 重建了他的宇宙的中心 就是一辈子也要追求所谓的爱情 就追不到也要追 粉身碎骨直到沧海 这就是业织 所以有些生命到晚年 一直到晚年真的很可怜 他完全不知道上帝比异性大 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比男人和女人大 生活比爱情要大 要丰富 比钱大 也比性要大 如果我们的一生没有发现 这个更加广阔的宇宙宽阔之地 利和薄 你的一生实在太可怜了 而且越到晚年 越可怜 甚至一些人在情上都魔障了 就是爱上了一个人 就是我非爱你不可 也不管人答应不答应 一直追到死 叶芝对毛德纲用情就是如此 但是可怜呢 毛德纲曾经这样来评价过叶芝 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是一个像女人一样的男人 我拒绝了他 把他还给了时间 毛德纲在我心目当中 世为了不起的女性 他说了一句真话 在文学上 我的叶芝评价也很低 有一位思想家这样来评价叶芝 这是一个满脑子充斥了巫术 东方巫术和印度的胡言烂语的 所谓的成年人 但是他就是现代思想的一个侧面 或者化身 他不理解 毛德纲 当你老了 他献给了毛德纲 他写的这首诗的时候呢 毛德纲还没有老 还貌美如画呢 他为了表白 就是等他老的时候 我仍然爱你 那时候全世界都不喜欢你 你看我还仍然爱你 但是毛德纲的世界 比叶芝的世界要大得多得多 他是爱尔兰真正的民族英雄之一 他相信正义 他的丈夫因为爱尔兰的独立和自由而被枪杀 他的儿子后来获得了诺布尔和平奖 这是一位伟大的妻子 伟大的母亲 所以你从这里面可以看见叶芝这个 以追求别人太太 而且死不一号脸 追求到底的这种文化流氓 是何等的不堪 他已经是别人的太太了 而且他从心里都厌恶你了 你还要往前赶 但是现代人愿意向叶芝这份所谓的爱情 献上感激 献上敬佩 按照圣经的标准 你这是在破坏别人家庭 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讲 你这是臭不要脸 更重要的是你这是完全没有自知之明 更更重要的是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仰 你的信仰是性或者情 人家的信仰是义和真 但是对毛德纲这样的老人 或者将来的老人的想象和评价 不是叶芝能明白的 不是这种诗人作家文字商人情种 所能理解的 按照同样的逻辑呢 对摩西亚伯拉罕 特别是约书亚这样的老人 这种圣经里面的老人 对他们的告别 对他们的晚年 对他们的最后致辞 甚至对圣经 也不是主流基督教所能理解的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主流基督教对圣经的理解和追求 完完全全平行于叶芝对毛德纲的追求 彻底的女性化 这是我们基督教重建意象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把毛德纲的话 送给叶芝的话 送给鸡汤教和主流基督教说 这是一个像女人似的男人 我拒绝了他 把他们还给了世界 基督教需要重建 求神带领我们 感动我们 重新认识 圣经 借着约书亚所展示的 人生下半场壮丽的图景 上半场 女排戴着口罩 不堪入目 惨不忍睹 丑陋无比 政治侏辱 下半场 我们站在神的面前 何等的辉煌 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记23章到24章 这两章经文呢 我们曾经介绍过 按照教会的传统 约书亚记22 23 24章 常常被归为一个单元 所谓约书亚联系讲了三场最后的讲道 我们把22章拿出去归入一个单独的单元 就是以色列的内战 未遂的内战 然后呢 我们把23章和24章合并为同一个单元 的的确确是约书亚的两篇最后讲道 这两篇大体上怎么来分类呢 大家看圆圈下面的这个标题 23章呢 指约书亚有可能是在适罗 这是一种可能性 也可能是在适见 没有说清楚 但是上文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适罗 那么他所讲道的对象是以色列的领袖 讲的问题是不要拜假神 否则必有后果 24章 明确地告诉我们约书亚在世界 讲道的对象包括领袖 但主要是民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的仆人站在君王和百姓面前 站在政治权柄 和平信徒面前 人民面前 来宣讲上帝的真理 而这个真理既包含着祝福 也包含着咒诅 这是整权的真理 我再说一遍 福音的三大特点 真理讲道的三大特点 第一讲圣经讲神的话 第二 面对君王和百姓同时不回避 第三 既在世罗又在世界 在以色列的两个宗教中心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种结构方式 但是我想给大家推荐另外两种结构方式 这是我们独特的灵兽 把这两章打烂了 打碎了 重新组织起来 因为我们曾经强调过 圣经本来是没有章节的 分章断节 有的时候会打乱圣经本来的结构安排 如果我们把两章能不能放到一起呢 那我们可以有两种结构新的发现 两种解构方法 第一种就是二十三章 大家看第一排 二十三章一到十六节是约书亚讲道 约书亚讲他对真理 对以色列历史 对旧恩历史 对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基本理解 对以色列未来属灵生活的教导 结束这部分 约书亚二十四章十四到三十三节 又一次约书亚在讲 以色列人应该怎样过敬虔的生活 远离假神的试探 远离咒诅 经历神的祝福 这叫交叉结构 首尾呼应 都是约书亚在讲道 但是中间二十四章一到十三节 你会发现这一段信息啊 主语不再是约书亚 而是神 是神是我说 我说 我说 是神自己说 这是这个交叉结构的中心 就告诉我们讲道 约书亚的讲道是以神说为根基的 或者说神借着他的仆人直接对以色列人说话 结论 按照说圣道 福音和真理 我们看见两大结论 第一 神的话语是生活的根基和基础 第二 神的仆人终生一直到晚年 所侍奉的是神的道理 不是情 不是性 不是钱财 不是权 不是权利 不是利益 不是国家 不是民族 他指服侍上帝的真理 第二种交叉结构的方式呢 大家看白色字体 这个横幅 我用粗体字标出来的这一部分 这是我今天重点要讲的基本信息 第一段 23章 1到16节就是23章 约书亚教导以色列人 临终的时候教导以色列人 抵挡世界的神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色列人或者人类最大的威胁就是拜偶像 其实偶像说穿了就是把非神的东西当作神来崇拜 一个罪人 你非得把他当作伟大两性 当作神 钱财 你非得把他当作财神 爱情 异性 男性 你非得把他当作男神 女神 你的生活就被彻底毁了 你就会成为这种假神的奴隶 一辈子没有办法过真正的自由和平安的生活 也不可能有一次死亡的人生 最后一定是假神让你进入第二次死 那么是什么把这个假神给了我们呢 所以在23章的时候 约书亚多次强调 你和世界里的人 无外邦的人 接亲 交流 交友 密切的接触 最后 他们把他们的神带到了你的生命当中 一直把你带到地狱 而这点是你自己无法抗拒的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和外邦人做朋友一定要小心 包括他们的爱情观 婚姻 家庭观 你一定要小心 那些信的比较偏的人 也一定会把你带到沟里去 我们也可以用现在一个词叫普世价值 这个普世价值可以相当于23章里面的世界的神 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个世代是个正面的概念 对吗 公知们对他们的正面的宣讲已经很多了 我不完全否认 民主 自由 多元 后现代主义 相对主义 女性主义 环保主义 多元主义 诸如此类 个人 市场 同情 爱 理解 包容 好啊 但是呢 这些世界的神话 这些世界的主流思想还包含着一个非常负面的内容 是什么 就是普世价值或者世界的神 在过去一两百年时间里面 他们暗中的完成了三个假神话的文化处理 第一就是非圣经话 用主义取代圣经 这点最明显的是谁 保守主义 很多基督徒喜欢保守主义 我说你要始可而止 就是任何把主义放在圣经之上 不过是把教义放在圣经之上的这种人本主义的 这种邪教的恶性发展 保守主义侍奉的不是真理 而是主义 侍奉的是他们的老师师傅 而不是基督 这是第一个啊 就是现普世价值的第一个方向 就是 我们用个什么概念来类比呢 非圣经话 非圣经话 第二个方向 去基督化 在这个普世价值当中 在现在这个特别是左派热衷倡导的普世价值当中 基督完全被掏空了 没有基督什么事 它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文化 第三种 反教会化 在现在的普世价值当中 教会已经无足轻重了 当然有的在某个方面教会活该啊 难辞其咎 自找的 我再说一遍 世界的神普世价值有正面的东西 来自于圣经 可以追到圣经的根基上去 但是越来越严重的是负面的三重导向 非圣经话 去基督话 反教会话 借着这样的潮流 普世价值或者世界的神 把基督徒 把人心 把生命 带向了假神 现在的假神太多了 你仔细看去 他们都不是神 我不举例了 就是现在那些伟大的闪着光的大意名分 那些闪光的概念 他们并不是上帝 上帝就是爱 但爱并不是上帝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二块 24章1到28节 约书亚言之凿凿 从头到尾谈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假神 把假神带给我们的第二大源头 就是一个基督徒 一个人 怎么会变成了一个迷信者 崇拜假神的一个罪人呢 第一个方面是来自世界 来自外邦人的勾引 勾搭 狗合 淫乱 第二种就来自祖宗 而且这里特别谈到来自哪个祖宗 来自塔拉和亚伯拉罕 他明确地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和塔拉在大河那边 崇拜别神 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 把他们带出来了 而根据当下的这种环境 我们这个世代 带领基督徒和生命去崇拜假神的 第二大试探 传统文化 我再说一遍 第一个试探 普世价值 你听了的都是正概念 第二个试探 导向假神崇拜的是传统文化 所有的传统主义 所有的传统主义者都是骗子 我们这样讲 我们曾经指着圣经 借着圣经给愿意追求真理的人讲过最简单的常识 我们常识是怎么说的 就是我们祖宗的创建 我们祖宗的文化 我们祖宗的思想 这个祖宗圣经用主耶稣的一句话全部粉碎了 就是说去充满你们祖宗的罪恶吧 而我们根据这项圣经的一个启示呢 我们讲一讲人的常识 我们这样讲的 那就是祖宗跟我们是一样有限的罪人 而我们也将来是别人的祖宗 那么像我们这样一群有限的罪人 我们有什么资格在千百年千万年之后 把我们的心理所得思想观念 发明创造拿来去指导 我们的子孙呢 我们讲是如此简洁的常识 足以应该摧毁 所有的祖宗崇拜或者祖宗的加深 中国人的这个祖宗崇拜非常的荒谬 他们有一个非常萨满式的一个理解 就是他的祖宗 他的父母爷爷 活着的时候不能帮他 但一死到天上就可以保佑他了 我从来也没有搞清楚 你这个逻辑是怎么转过来的 怎么他死了他就有了法力了 就有了功能了 但是我们按照常识说 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别人的祖宗 我真没脸 说几千年之后 你们要把我当成神 再也没有圣经如此对祖宗 或者从祖宗方向来的假身勾引 更诚实 更简明恶药 中国人的这个祖宗崇拜更化 更奇妙 从老子孔子 一直折腾到外国的马格斯 都成他们家祖宗了 就这些祸 这些受造的罪人 他有什么资格拿来指导你的 所以圣经竟然指着 以色列的信心之父 亚巴拉罕和他拉教导以色列人 就是像这样的信心之父的父 信心之父的爹他拉 他在那个大河那边都是偶像崇拜者 你不要想想这一套 在当下我们要特别小心 三大传统主义骗子 四大 第一就是新儒家 传统主义者 哎呦 好像有个叫孔子的什么人 有多么伟大的创建 第二种就是法轮功 哦 好热爱传统文化 第三种爆料党 第四种共产党 你会发现吗 这些形形色色的四类人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爱传统文化 都以传统文化自居 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自居 这是四种骗子 因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 前三类都生活在西方 他们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他们所崇拜的传统文化 怎么演变成了现在2022年中国的现实 他们唯一的一个谎言就是 这都是西方的那个第四个 第四个骗子 从西方引进过来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那你这五千年的博大精神 怎么就不能抵挡着西方的骗术呢 你告诉我你逻辑是什么 传统主义者都是骗子 而这种骗子也进染到了教会 有人拜老子 讲基督讲老子 更有甚者更普遍的就是一些基督徒打言不忏的讲初代教会 初代教会 原初的教会有多么了不起 谁告诉你的 初代教会在哪 哥林多教会 以弗所教会 加拉太教会 启示录七千教会 有像样的吗 圣经诚实地告诉我们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从来如此 只有我们的神和祂的话语永远安定在天 何同美好的真理 何同伟大的常识 怎么归回真理就这么难呢 原因在这个地方 感谢神借着约束下年老的时候 唯一这么一个人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是个偶像崇拜者 曾经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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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说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看见我就快乐 你何必去崇拜你那个祖宗 不去崇拜你那个祖宗 已经开始后来崇拜的基督呢 这是导致偶像崇拜的第二个源头 祖宗 祖宗的神 第三个源头 二十四章十四到三十三节 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 如果世间允许 它应该独一的成为一篇正道的经文 那就是在约书亚纪结束的地方有三座坟营 有三座三位圣徒的葬礼 约书亚约瑟和以利亚撒大祭祀 非常美好的一篇信息 这个这三位属灵伟伟人吧 他们的离开呢 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全新的事实 那就是在他们的最后告别当中没有遗嘱 换句话说 没有一条关于财产分贝的遗嘱 我要告诉大家 这也是我这些年越来越在思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认识基督之前 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一个可怜的状况 就是一直靠着积累钱财准备生活 但是一生也没有生活过 太可怜了 大的房产 大的田地 存折的不断积累 然后我们有一个理想 就将来有一天 我们可以靠着这些好好的开始生活 后来当你到了约书亚的年龄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那一天没有到来 而且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那你的可怜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这一辈子都在准备生活 实际上就从来没有生活过 这个不是一个话说起来非常 逻辑上非常调侃的一个一句谚语 这是我们生存可怜的基本事实 但是神记得这三位属灵长者的离去 确实是给我们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就是人生可以换一种活法 就是你把你的生命建立在那个支点上 它重要 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你生命真正的中心 就是这三位的离去 我们的生命的重心被重制了 那就是生活在别处 那个世界很大 那个生命很饱满 那个生命很灿烂 那个生命基本上应该占据我们岁月当中的主干部分 而那个生命应该从现在直到晚年 就一直成为我们的生活 并且靠着约书亚这三位圣者的晚年 他们的离去 神带领我们胜过我们所面临的假神崇拜的真正根源 那就是钱财的试探 第一试探 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假神崇拜 而远离了真神崇拜 但是假神崇拜主要来自于三个方向的试探 或者隐乱 第一是世界的普世价值对我们的勾引和捆绑 欺骗 第二就是我们的祖宗文化和一群骗子 传统主义的骗子 对我们的劫持和欺骗 第三种就是贪财 所以我们感谢主记着约书亚军最后两章 赐给我们因信仰而有的新生活 现在我们提纲切领的来讲讲这三段信息 先看第23章 我没有时间呢 也没有可能把23章的全部经文都放在这里 我选几节和我们的主题相关的信息 就是怎样才能远离假神 在这一章里面 你看约书亚怎么讲 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参长 他们的神 你们不可提他的名 不可指着他启示 也不可侍奉叩拜 这里有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 那就是基督徒回去要不要祭祖 这个问题说实话让我感觉很为难 一个方面圣经说你像什么人做什么人 另外一个方面你又不可以拜假神 我想可以弹性的来处理 不是我妥协 首先你千万在心里不要认为那是神 他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堆窟窿 第二 为福音的缘故 为传福音的缘故 你可以去 不必去拒绝 也不必去 马上去责备他 但是你可以利用或者使用这些场合 把真理告诉他们 正如道成肉身 你没办法拒绝罪人 但是你要告诉他们 什么是死亡 什么是灵魂 什么是永生 什么是坟墓 什么是天国 你应该这样来想 神借着这些所谓祭祖的捆绑 赐给了你一个传福音绝好的机会 因为再也没有生死这个问题 更适合于我们来讲基督了 12节 你们若稍微转去 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 联络是很广泛的概念 一定要注意界限 哥林多书信 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 彼此结亲 这更进一步了 我们知道在尼西米记 以斯拉记当中 这种亲事被神拆毁了 互相往来 这是假神最容易进入的一个渠道 这些信息给我们传福音啊 和在世界里面广泛的联络 有广泛联络的基督徒提出了挑战 神给你一个广泛联络的恩赐 但是你要小心试探 他们有可能勾引你 捆绑你 人性也会起作用 让你迎合着他们去讲话 这个时候你要加倍加倍的小心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人所说的闲话 将来句句都要供出来 接受审判 时刻记住你是个基督徒 不要迎合他们的话 你宁可不说一面的犯罪 十三节 你们要确实知道 耶和华的神 必不再讲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去 前提就是 如果你们跟随他们的假神 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络 肌肩 肋上的鞭 眼中的刺 直到你们在 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 这美地上灭亡 两个结论 第一呢 这种跟外邦人交朋友啊 包括做生意 这种过于密切的这种共享观点的接触 实际上最后它会成为你的网络 表面上在某些方面 你好像拿到了某些利益 但实际上你让出去的太多太多 这个过程不是你能控制的 第二 第二 这节经文第十三节 约书雅记二十三章十三节 彻底的粉碎了加尔文主义 一次永远的胡说 还用我解释吗 新一代以色列人当然从生了 又过了约旦河 过了基甲 又接受了洗礼了 属灵的洗礼了 又占领了迦南 又分配了土地 又得到了原谅了 内战又平息了 但是如果出现那种情况 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 这经文有多么的清楚啊 没有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的胡说八道 十五节 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 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 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除灭 十六节 你看最后一句 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 三个美地 美地美地美地灭亡灭亡灭亡 三次在提醒主流基督教 一次永远是邪教 就这么简单 美地还不是还不能完全的预表神国吗 应许之地 但是这种灭亡你会看见啊 在这美地上灭亡 然后在这美地上除灭 最后是速速灭亡 连妥协的余地都没有了 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共同见证 若犯罪 赎罪的记就没有了 所以约书亚晚年的时候 他讲的这个道理 你有什么印象 他走的不是德高望重的路线 中国有一句话叫 人之讲死 七言也善 但是你从约书亚这句话 你会看见 人之讲死 七言也真 这话多难听啊 刚刚取了一个大圣账 又过了好多年四敬平安 约书亚成了国民的领袖 本来是德高望重 临终临终说了这么难听的话 咒诅的话 有祝福 但是更有咒诅 这是什么 这是神的仆人 不仅如此 一次骂人不够 紧紧骂以色列领袖不够 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叫来再骂一顿 翻到下一页我们来看按时四章 约书亚对众民说 所以我讲上一段对领袖说 现在对人民说 既临终的时候既责备君王和领袖 也责备人民和百姓 伊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接下来是神的话 约书亚这里很像先知了 神说神说 古师你们的列祖 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 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有人有两种解释 说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 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这件事情不包括亚伯拉罕和拿赫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这三位都一样 那时摩亚王西巴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 我不肯听巴兰的话 所以他道 为你们连连祝福 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 在这段信息当中呢 约书亚向整个的以色列人回顾了 从亚伯拉罕直到 约书亚征服迦南漫长的几百年的历史 告诉以色列人两大事实 神拯救了你们 第二 你们如果违背了神必被咒诅 但是呢 在这段信息当中呢 他强调了两个特别的重点 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他拉 他崇拜别神的这个事实 告诉我们从祖宗方向来的假神崇拜很危险 另外一个方面 让我们看到了政治方面 和宗教方面来的试探 同样你要小心 国家宗教 摩亚王 西巴的儿子巴勒 巴勒是什么人 掌权者 君王 哪里的君王 摩亚王 要顺服他吗 不可能吧 这不是圣经的意思 那么这个王是怎么样来败坏以色列呢 请了一位国师 请了一位假先知就是巴勒 所以假先知假师父对灵魂的败坏 以国家政权 国家政权的名义赞助 这种败坏对以色列的影响是深刻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约束亚特别的引用神的话来警告以色列人 当国家政权和他们的国家教会 他们所教导的违背圣经和真理的时候 你要特别特别的坚定 小心 警惕 没有别的解释 十四节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成心实意的侍奉他 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你看啊 列祖 这个列祖啊 就是父亲们 父亲们 父祝 不是一位 如果要是他拉的话 那就是father 就是将你们祖宗或者你们爷爷 不 列祖就是你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就是加在一块 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去掉 去侍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呢 列祖不用再讲了 很清晰了 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 好 我们现在看啊 列祖所侍奉的神三大类 大河那边 埃及和现在的亚摩利人的神 实际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古代文明世界 古代世界的三个文明中心 没错 布达米亚平原两河流域 巴比伦文明诸如此类啊 然后呢 古埃及文明 还有呢 就是新月沃地 可以覆盖以菲利士人所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 和以迦南诸族为代表的新月沃地 黎凡特地区的古代文明 结论 所有远古的假神都是圣经要弃绝的 最后这句话 大大有名 可能都知道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再次谈到遗嘱的问题 我们会看见在这个地方 约书亚把什么赐给以色列人 为遗神崇拜这个信仰 和摩西一样 和雅各一样临终的时候 重新申诉耶和华的戒命 另外一个方面 他把什么赐给自己的家人 他要教导自己的家人永远侍奉神 林林总总五千年来 你能够在汉语文本写的诸子家书 各种遗嘱上能够看见这样的嘱托吗 说孩子们 我这个家庭你们要侍奉神 约书亚才知道什么是对他的家族 对他的儿女最大的祝福 约书亚对百姓说十九节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上文呢 以色列人家听完了以后说 我们要侍奉耶和华 你看约书长的话有多难听 约书亚说不 你们不能释放耶和华 这个不能不是指不可以 二日说你们没有能力 它有两个含义 第一预言就是将来你们还会拜偶像 事实如此 对吧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后来以色列人被鲁巴比伦 第二更重要的是指当下的情况 因为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就是此时此刻 以色列人已经开始拜偶像了 所以约书亚的意思是说你们在说谎 完全不给这些以色列的领袖和人民任何面子 你们没有侍奉耶和华 你们说你们在骗人呢 而且告诉他们说 神是圣洁的神 是忌邪的神 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 要他们悔改 对吗 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 耶和华在降福之后也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 27节 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 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 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 倘护你们背替你们的神 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 相关的经文大家去看 有经文告诉我们就这一章 以色列人已经开始拜偶像 因为约书亚说现在要把你们的中间的甲子去掉 石头有两个至少有两个含义 第一当然就做见证了 就你我都会没的 我们都会改变 但有一个石头放在这里来督促你们 第二个概念呢 预表基督了 他是会半脚石 我们是不是真的信耶和华 以我们跟这块石头的关系做最后的一个证明 就这么简单了 指向基督 两场讲道之后呢 约书亚记的另外一位作者进来了 给我们写了一段经文 显然不是约书亚写的 因为他已经死了 这是圣灵的作品 我们要翻到最后这段经文 这是我刚才说的 约书亚记最后这段经文非常宝贵 29节到33节 在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阶段 征服迦南的结束和新历史的开篇呢 在应许之地呢 举行了三场葬礼 三座坟营 这是一个世代的结束 也是一个新世代的开始 它一个方面让我们看见了人生的死和生 这些永恒的宗教主题 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了神对生死难题 终极的解决方案 这三座坟营啊 在我上一周的园子的操劳当中不断的出现在脑海里 如同神在园子当中种下的三棵树 这是三棵成熟的种子埋在了土里 将来要长成参天大树 第一棵树叫约书亚 第二棵树叫约瑟 第三棵树叫以利亚撒 三个人有三个不同方向的代表意义 但是他们有共详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死亡是什么呢 死是不是人生的终点 我们先看约书亚 这些事之后 以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 摩西120岁 对吗 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平拿希拉 在加石山的北边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知道以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 还在的时候 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 我们这里重点看的一个概念就是以色列 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 以色列这个名字出现了三次 换句话说 约书亚是为何而死 决定了他是否能够超越那个脆脆的那个悲剧 脆脆就是要死两次 约书亚只死一次 我们怎样能够过只死一次的生活呢 约书亚的一生给我们做出一个见证 那就是他爱以色列人 他为神的百姓操劳一生 他服侍以色列人 一生服侍以色列人 其实在约书亚的身上我们会看到很多伟大的属灵品质 不仅仅他是服侍摩西的时候那种勇敢和忠贞 以及他作为面向迦南地的时候的那种勇敢和忠贞 人还包括他分配以色列人土地的时候 绝无偏私 约书亚要想追求连任 追求私利 那比谁都有条件 但是你会看 约书亚在给以色列人分配土地的时候 是完全秉公行义的 他真是神的仆人 所以一个一生爱主的人 一定会表现为一生爱教会爱以色列人 这样的人因信主而有永生 我们都愿意把信基督得永生当作口号来安慰自己 你要落到实处 怎么爱基督 怎么信基督啊 我们即将要讲马太福音 是的 上帝赐给人类救主 你要信他得永生 但是你别忘了雅各处说魔鬼也信只是战经 约书亚一生用他的勇敢 无私公义 为他的信心做了美好的见证 正如今天 以夫所出第二章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 是神预备他去行的 这些年来很多家长都来找我给孩子取名字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在西方的基督徒世界里面呢 取的名字最多的其实是约书亚 为什么呢 因为在圣经当中的男孩子啊 约书亚的一生是最 从这个属灵和属世的两个角度看是最完美的 善终嘛 然后成功嘛 得胜嘛 只是我要提醒这些主流教会的基督徒 你别忘了 约书亚一生在征战 一生舍生忘死啊 一个在和平年代的人自诩自己是约书亚的人 要知道羞愧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公义 我们怎样能够避免脆的命运 怎样能够因信而免于第二次的勇死 学习约书亚 第二位约瑟 约瑟借着他的死埋葬 教导我们怎样离开脆的命运 避免第二次死呢 重点你看他和埃及的关系 约瑟在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大富大贵 但是他从始就知道埃及不是我的祖国 中国不是我的祖国 我们的家乡不在这地上 所以一个舍弃埃及所有荣华富贵埃及所有假神崇拜的约瑟 可以最终超越脆的命运避免第二次死 我换句话来讲 在约瑟身上我们看见的是爱以色列人 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的是恨埃及的罪 对吗 那么这两种见证引导我们进入基督里的永生 但这还不够 还有第三位 以利亚撒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 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 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上 第三个我们除翠入生 除翠入生的这个 祝福从哪里来呢 从我们和家庭的关系上 这是以利亚撒所代表的 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 我们讲过亚伦 我们讲过菲尼哈 还记得吧 上个主族我们讲过菲尼哈 亚伦特别是菲尼哈 是以色列大大了不起的英雄 而中间人 以利亚撒 这祖孙三代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家庭教育 和我和我家侍奉耶和华的这种信仰的传承 也更新了整个主流基督教的婚姻家庭神学的偏执 一个真正的侍奉家庭或者教导家庭 用基督的真理和爱来建造家庭的人 那就是让你祖祖辈辈去侍奉神 换句话说 我们怎样除翠入生呢 用神的真理教导儿女侍奉神 那么这三座坟营总结起来 让我们看见通往基督里永生的三条道路 第一爱教会 第二恨世界的罪 第三教导儿女爱神 教会 世界 家庭 所以我说 约书亚记最后这段经过要是豪得无比的 它给我们指明了永生的路 当然最重要的结论是 三座坟营停在这里预备那列天而来 破坟墓而出的神的独生爱子的 复活和复灵 耶稣若不复活 这三座坟营毫无意义 耶稣若不复灵 这三座坟营毫无意义 正是因为耶稣复活了 正是因为耶稣两次的降临 我们知道圣徒的晚年 他们的归宿并不是历史的终点 一切才刚刚开始 他也让我们这些所有后来者 经过这长满清脆草地的墓地 有着更伟大的盼望 我们的人生刚刚开始 下面的时间再次回到十字军东征 约书亚记是十字军东征的原出版 第八本书这本名著 一言以蔽之 就是让我们看见了 包括约书亚记在内的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 千百年之后 有些后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 开始对他们品头论足 他们没有能力来真正的理解 那个世代的人的信仰和状况 但是他们成了这个世代的假先知 他们做出了貌似公正的学术立场 摆出这种学术客观理性理中刻的post 但实际上他们正如意知不能理解 毛德约书亚东征和十字军东征 那么我们最后讲一点结论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理解 因为约书亚所代表的圣经这批老人的离去呢 翻到最后一页 圣经当中的神迹 有不同的侧面的排列 有不同方向的见证 其中有一个方面呢 可能是以前我们没有想过的 那就是圣经有一类神迹 发人身形 这类神迹就是圣经创造了 或者用上帝的真理和话语 创造了一群全新的生命 一个伟大的族群 就是属灵的老人 他们的离去感写了人生的篇章 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开始 来看圣经当中或者神的仆人年老或者离开时候 与众不同的景况 而我们怎样能够共享这样的生命祝福 也伯拉罕临宗的时候 所嘱咐的是什么 让他的儿女不要拜假神 他给以撒娶妻呀 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不想让他被迦南的假神所勾引 明白吗 这不仅仅是一个婚姻纯洁的问题 避免大洪水之前人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 结果啊 产生清脆异足这样的悲剧 接下来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后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所有的圣经当中的属灵老人 他们临终对儿女对以色列民族对教会的 在资念资的主徒都与此一脉相承 换言之就是信基督远离鬼魔 所以第二位是谁呢 雅各 雅各临终的祝福十二支派 第三位是摩西生命祭 第四位是约束亚纪23章24章 到了新约圣经至少有两位年老的人 临终的时候的嘱托或者三位 保罗彼得书信当中的彼得 主父要牧养教会 还有一位老年的约翰八十多岁吧 在巴摩岛上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从亚伯拉罕到约翰 使徒约翰 他们的临终教导和嘱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个共同的特点出了远离假神这样的一个警告之外 那就是说最扎心的话 最难听的话 你看雅各那个对十二支派的那些叛词 太难听了 有些太难听了 当然对犹大支派还算好 对吧 汴崖敏是一个撕掠的狼 但是路上的毁舌 有老人走的时候这么说话的 你这中国人不翻脸啊 我说侍奉在你的床头岸上伺候你 对 临走的时候你骂我 臭骂我一段 约书亚也是一样 保罗也一样 约翰更是如此 你看启示录的七封书信 每一封书信几乎都在讲教会的坏话 是不是 吓唬他们 你不悔改 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不能得救最后 我想说什么呢 这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 特别是咱们中国文化当中 读 绝无 没有的现象 你见到哪一个中国的老人临死的时候 咬人这么 狠狠地咬人 这么咬人的 不仅如此 华人教会最高的信仰境界是什么 得高望重 哎呀 这一位老牧师临走的时候 如何春风化雨 桃里芬芳 门徒满天下 有口皆悲 他们临终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对人 所有的人进行祝福 所以我们会看见圣经当中这些老人的生命啊 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画面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一群真正的老小孩 他们越活越孩子 不是人知讲死七言也善 是人知讲死七言也真 我就想起主耶稣的一句话 说你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因为在神国里就是这样的人 大家明白吗 在我们生命的成长历程当中 在现代的学校教育当中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人是越活越坏 越活越诡诈 越活越假 有两句名言概述了人类几十年一直到晚年 不断败坏缺德 诡诈的简史 两句名言 第一句名言 孔子说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郭德刚刚说 四十就不让惑惑了 这也是一种解释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耳顺 其实 随心所欲 但是不欲惧 这是什么 这是一群老妖精 还是第二句名言 一言以蔽之 第二句名言来自于中国的东北 是这么说的 就是人老奸 不是人老奸啊 是什么老奸 人老华 马老奸 人老华 太生动了 就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积累 就这生命 这人已经都没智了 那像约书亚这些老人这么傻 这些人应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应该骑着驴 骑着青牛 而且倒着骑 背个葫芦 而且还要瘸腿 先锋道鼓 蔫花微笑 即使不是看破红尘 也是耳顺 六十耳顺是什么意思 这什么话我都听过了 无所谓 不温不火 不再犯十戒 没有称戒 谁能把我给惹急了 我已经到这个 这就是我的生命了 我这个生命已经修炼到这种境地了 就像乐山大佛 掉个脚 直头 我都无所谓 就这种状况啊 这是属灵伟人的形象 太可悲了 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不断枯萎的一个基本的轨道 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最大的丑恶 最大的丑陋 这背后是什么 背后就是那个魔鬼和撒旦 他从孔子所说的从三十到七岁这个年龄 他在干什么 他在做中餐 就是三十岁吧 基本上刚刚开火啊 好 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七十岁 慢慢就蒸乳 猪猪熟了 到七十岁熟了 可以吃了 可以出锅了 可以成功的成为撒旦的产业了 他可以成功的来收割他的生命的全面的垄断 占领 献祭了 但是我们感谢神 真的是借着圣经 约束亚这样的一个年老的生命 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托付 这种计划完全不同 他让我们越活越简单 他让我们越活越自由 他让我们越活越真实 用一节经文来形容这种生命的祝福是谁呢 谁说的呢 保罗说的 肉体一天天毁坏 但是生命却一天心思一片 一天心思一天是什么 越来越像小孩子啊 所以我们越来越年轻啊 我从来没打算我有一些能够成熟 我觉得成熟是在骂我 骂人的 成熟是撒旦的用词 就是已经熟了 可以上锅了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翠先生愿意接锅盖 就你们家这包子啊 已经到几分熟了 我们到底要过怎样的人生呢 我盼望我们这小小的教会啊 我们越来越是一群天真烂漫的老年人 因为只有我们在基督里面越来越年轻 我们不是如日中天 我们是六七点钟的太阳 为我们这一群灿烂闪光的出生的朝阳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千千万万个家庭 就是我和我家必定起来释放耶和华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